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政策大保針,減息局內稅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反彈了144點,收報27959點 成交不算活躍,只是956億 近日每日成交都有差不多1000億 今天成交較弱 可能跟今晚美股沒有市有關係 今天港股上升主要是因為內地帶動港股上升 其實恆指今日試過衝穿過28000關 但未能企穩其上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恆指今日最高是衝到上去2055 基本上又是受制28000 其實連續這幾天都是 上星期五講視頻的時候 也講到28000可能穿了穿 穿了穿之後,今日都是這樣穿一穿 內地A股升得很緊要 上陣指導升至2% 港股其實只是升0.5% 國企指數都是升不夠1% 0.9%左右 即是說不算特別大的升幅 反映出香港股市 或者本地市場反彈到這個水平 除非再有更大的新刺激 或者一些利好的因素出現 否則可能真的要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決定究竟是上還是下 現在還行了大概有幾天 如果說這幾天大概27600到28000 這四百點之間 這一天衝上來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這四天基本上沒有走出一個波幅 如果拉大一點的波幅來看 就是27000到28000之間 今天殺了28000的紅症 會不會再殺多少少 當然不排除 不過其實你見到動力不算很強 我覺得都是暫時去到差不多了 如果說話技術位 大概28,018點 就是由29,175跌到下去 所以2月2月3日低位 26,145跌幅 3030點的跌幅 反彈0.618倍 就是28,018點 基本上今天就到了 所以在這裏 有些珍持也很正常 港股其實不算好去 主要的動力來自內地 而內地之所以好 因為政策大補針 我們看看上升指數 今天再升2.3% 收報2983 本來預計2950區都是阻力 50天線在這裏 誰知道今天有什麼政策大補針呢 第一 今天期待已久的減息又再出現了 今天人民銀行呢 就是實施這個MLF 麻辣粉 就是中期借貸便利 2000億元 數額就不算很多 但是最重要是 將那個利率 由3.25厘降到3.15厘 這個令到市場憧憬 那個LPR 都會下降10點子 如果LPR下降的話 就有利很多借貸 因為以後很多借貸都是跟LPR 而LPR呢 又會受到這個MLF的影響 好了 MLF下降了 LPR有機會會下降 不過這樣 今天雖然它有2000億元 LF麻辣粉 中期借貸便利 還有1000億元的7天期 易回購操作 但是其實今天呢 是有一萬億元的 易回購到期的 換言之 今天是正回籠7000億元 所以你不要看它說 政策好像很大幅放水 所以我們說大補針 就不是說大放水 今天其實回籠7000億元人民幣 上個禮拜全周呢 正回籠資金是2800億元 後來那幾天呢 我看恆生指數 我在這裡說 上個禮拜的3453天不太去 因為那345都不再放逆回購 所以它其實就不再好去 今天雖然你看得到它好像很厲害 但是其實今天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收水的行動來的 所以港股都是受制28000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了 大上證指數為什麼有得去呢 就因為它另外一些政策的大補針出現 等一下會說下去 如果你只是看放水這件事 是有些收水的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不要一美只是覺得它一定會放水 其實開始有些收的了 因為放得太多出去了 已經多得太緊要 好了 收回一部分 不代表流動性馬上緊張 是稍微高了少少的 那些擦息就是不算很緊要的 好了 實際上它是想怎樣呢 它都是想降息下去 所以調整MLF的利率 希望LPR的利率都會下跌 所以息都不會扯得很高的 現在它都是想要托住 那什麼是政策大補針呢 其實《求是》那本官方的刊文 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 其實在黨外面 就是在這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那裡 其實有一篇講話 這個講話是2月3號的了 其實它就是要著力穩定居民消費 擴大消費對沖疫情影響 現在是著力的重點之一 就是希望谷內稅 所以剛才那條題是 政策大補針 減息谷內稅 減了息就是MLF那裡減了 然後谷內稅就是講 習近平 國家主席習近平 講到希望谷內稅去對沖疫情的影響 它有具體是講 在什麼內需上高的 積極豐富5G技術的應用場景 帶動5G手機等的終端消費 推動增加電子商務、電子政務 網絡教育、網絡娛樂等方面的消費 這些相關的板塊 所以今天就升得很厲害 還有是什麼呢 積極穩定汽車等傳統大宗消費 鼓勵汽車限購地區 適當增加汽車耗排培額 帶動汽車和相關產品的消費 本來汽車大家知道 很多地方都限購的 因為塞車的很重要 它現在說希望放寬 帶動汽車消費 所以今天的汽車股都做得好 它講了一些具體 所以國家主席講的 習近平講的 所以就刺激到很多板塊相 刺激到內地的股市 你看到上證指數升出五十天線 我就覺得這些局 現在雖然沒有真正的具體政策 它講完但市場都憧憬 現在在炒的憧憬 這些東西是虛的 但是虛的都可以炒的 問題是你是不是虛的投機者 如果你是投機者 偽高人膽大的 我講了 偽高人膽大的 你還未可以搏 如果你是保守營的 現在疫情都未過 拐點都未出現 當然是官網 內地就會見到上證指數 其實說彈 都不算彈得很多 都未破頂 深淨成分股指數今天破頂 升成近3% 一下子衝上去 因為深圳 衝勁的比較多 因為剛才他講到很多是 5G相關 推動增加電子商務 電子政務 網絡教育 網絡娛樂等等 這些多數都在深圳那邊 多的民企相關的股份 另外深圳創業板指數更加瘋 一早就破頂 衝上去 因為更加受惠於他講的那些說話 不過這都是憧憬 都是這樣說 偽高人膽大的 你當疫情不受影響 習近平說完這些受惠 應該要積積的 那就已經乾 IT 嬴了 即是這樣的 在 April春節之前 這個賬 move 不單止已經衝破了 現在深圳成分股 衝破了 也很像疫情 那麼甚至沒有受到影響 甚至受到危 但是就如於這個作成分 這樣 taxpayers 這個是一個憧憬這樣賣 慰高人膽大的 不反對你玩 不過你如果是 一個保守營投資者 大家太喜歡一點 我就你們覺得 港股 完全不敢做工 所以就不要 沒有一味就強行衝 港股是有些板塊 今天就跟內地彈一下 例如剛才說到5G相關的股份 今天中興通訊升近一成 都破了頂上去 這些就是比較大的憧憬 剛才說到汽車股都做好 今天汽車股港氣升得比較厲害 升到7.7% 又是一棍大上去 南方港氣集團有機會限購那些 有兩個一線城市 廣州和深圳 有機會鬆的話 它對它都有利 另外手機設備股 優泰今天升9.3% 因為有公佈的一月份 鏡頭出貨量都挺理想的 所以也有數據支持它今天反彈 另外其實上星期也說到谷內房的 恆大今天也有升的 再彈上去的 原來恆大其實已經說到 16號就是昨天的時候說 有一個總裁劉雪菲說 過去三天總共出售了多少套房呢 四萬七千五百套房 嘩這麼厲害 總額去到五百八十億元人民幣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它速銷 為期兩週的速銷 它預計是可以賣到十萬套房 速銷的意思就是打折 其實明天起就是明天開始 至本月底全國的在售樓盤 都會享有七五折的優惠 3月1日到31日 全國在售樓盤包括公佈和寫字樓 都享有七八折優惠 打折 賣房子減25% 賣房子減7五折 當然是豐勇而響 所以賣得這麼厲害 不過你又要想 那些樓價減了這麼多 會不會對公司影響它的盈利 是它賣到樓 即是資金回籠那裡好 因為現在疫情之下 最重要是去到貨 拿到錢 這個去做得到 問題是究竟賺不賺到 或者是否賺少了很多 這個就是作為投資者就要考慮 所以你看到今天是有一旦 但是就不是很大之陽足那種 換言之其實你其他行業都是 現在說谷內需 就是政策補針來的 政策上就扶持 說要谷這個消費 谷內需 不過谷的時候 是不是有得加價 還是減價 還是谷到的量 補回的量 但是會不會要減價的 所以大家這些都是要考慮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仍然都是那句 如果你是偽高人膽大的 現在的市場 即是內地有政策谷的 那你就短炒一轉 如果你是保守營投資者 那你就等疫情拐點出現 看看那個經濟影響之後 然後謀定而後動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我看到你 請問我 你會不會有 我先回答 你會不會有 又有 我先回答 你會不會有 我先回答 你會不會有